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个触龙睡赵太后 这个呢有两个音 一个是念者触者 但是在史记当中 在史记当中 还有在1973年 那个马王堆出土的那个战国册当中 这个名字被写成触龙 我们这里呢就把它当成龙字来读 一般都读成触龙 所以说触龙睡赵太后 这件事情呢 他要说服赵威后 说服他什么呢 劝说他什么呢 这里边有个背景 当时赵慧王死了之后呢 这个成王年幼 然后有赵威后执政 那么秦国这时候 秦国趁机攻打赵国 那么连下三城 一会儿就攻破了他们三个大的城市 形势失分危急 那么赵呢 求救于 求救于齐国 那齐国说我可以帮你 但是条件是什么呢 让你的 必须让你的这个太后的长子 长安君来做人质 这是一个条件了吗 那么不肯出兵 那么太后呢 也不肯把自己的孩子呢 去做人质 那么群臣就强健 然后都 都遭到了拒绝啊 都遭到拒绝 后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 只有让那个老臣出龙出山 来劝说赵太后 然后他呢 整篇文章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先从扯家常开始 两个老人扯家常 然后呢 最后呢 说服了这个 说服了这个 说服了赵太后 说服了赵太后 我们来看文章 了解他的具体的内容 赵太后新用事 请急功之 急功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赵太后新用事 就是刚刚执政 秦国就加紧来攻打赵国 急功就是加紧攻打赵国 赵氏求救于齐 那么赵国向齐国求救 齐曰 必以长安君为志 兵乃出 齐国提出了一个条件 一定要用长安君来做人质 我们才可以出兵救赵 太后不肯 那么太后呢 不听大臣强健 就是大臣极力的劝说他 太后名位左右约 太后啊 就非常明白啊 明确的啊 明确这里是指明确 就明确的告诉左右的人 说什么呢 有父言令长安君为志者 父言就是再一次说的时候 有再说 父言就是再说 有再说 令就是让 让长安君为志的人啊 老父必唾其面 就是我一定吐他一脸吐沫 就是你们都不要来说这个事情了 我一定是不会答应的 左思触龙愿见 左思呢 触龙说要见那个 要见那个太后啊 太后盛气而易之 那么呢 太后就气冲冲的等着他 入而徐去 出龙呢 坐着快步走的姿势 然后慢慢的挪挪 徐氏慢慢慢慢的挪动了脚步 治而自谢 到了太后面前就谢罪说 老臣病足 曾不能挤走 挤走 不得见久矣 就是老臣的脚啊 有毛病 不能快跑 所以很久没有来看望您了 窃自恕 然后我还 我还私 私自原谅了自己 恐太后 玉体之有所惜 可是我又担心 太后的身体会有什么不舒服 所以来看望你 故 愿望 你会发现 这个触龙讲的 去看他的原因 是从身体开始谈的 就是身体不好 来看太后 太后约 太后约什么了 老妇试脸而行 老妇试脸而行 我老太婆全靠都坐在这个脸车上行动 约 又问了 日以时饮得无衰货 那么触龙就问 您每天的饭量 想必没有减少吧 催是减少 这是问到了什么呢 问到了饭量 约 是周儿 就是 吃点西周罢了 触龙又问 老臣经者 书不欲识 乃自强步 日三四里 少亦适时 何于深 就是 老臣就是 我进来也 很不想吃东西 自己勉强散散步 乃自强步 自己勉强散散步 日三四里 每天走上三四里 对 少亦适时 稍微想多吃一点吧 何于深 身体呢 也比较舒适了 何于深 这个就比较舒适啊 就是增加了一些运动啊 这里面是讲到了 吃饭和运动啊 都根本就没有讲 那个人质的事情 曰 老父不能 太后之色少减 太后说 我可做不到 太后的怒色呢 渐渐消减 就是她的太后的气啊 就不再那么生气了啊 接着往下看 左师公曰 就触龙曰 老臣见兮书齐 最少不孝 我的儿子啊 叫什么 叫舒齐 他是他最小的儿子 年龄最小 然后不成才 孝子不成才 而臣 而臣衰 怯爱恋之 而我又老了 但是我很疼爱他 愿领得 补黑衣之树 我想让他地补 补呢 就是其实去当官的意思啊 地补 我愿让他地补 黑衣卫士 黑衣之树 黑衣卫士 来来这个宫 以卫王宫 来保卫王宫啊 就是想给他安排在 给他安排在宫里边 然后找一份工作啊 保卫保卫王宫 莫死一完 所以我冒着死死罪 来禀名太后 太后曰静诺 可以的啊 就答应了啊 可以的 等于说来了 给他小儿子找工作呢啊 年纪何以 这小孩子年纪有多大呀 对约十五岁 那么出龙的儿子 有十五岁了 虽少愿即为田沟赫而托之 为田沟赫是什么呢 趁着我还没有入土 就把他托付给你 为田沟赫 就是趁着自己没有死 我就把他的托付给你 太后曰 丈夫以爱恋其少子活 男子汉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 对约 甚于妇人 比妇女还厉害了 太后曰 妇人一生 太后笑着说 妇女疼爱自己的 疼爱的更厉害 更厉害 两个人就在这交谈 到底谁疼爱更厉害 出龙回答说 老臣妾以为 敖之爱艳后 敖的本意是老太太 我私下的觉得 您更疼爱谁啊 艳后 就是她的女儿 咸于长安君 要疼爱艳后 超过疼爱这个长安君 太后说 这是太后 太后曰 君过矣 不若长安君之甚 太后说 您搞错了 我疼爱艳后 比不上疼爱 长安君那样厉害 就是我更疼爱 长安君一些 接着 左思公曰 那么左思公 出龙又说了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 则为之即深远 就是父母疼爱子女 就得为他们做 长远的打算 凹之送艳后 也 您老人家 送艳后出嫁的时候 是其种为之气 种的就是她脚后跟 窝着她脚受根 哭哭啼啼的 窝着她的交恨 哭哭啼啼 念悲其远也 这是因为惦念 并且她嫁得很远 而伤心 一哀之矣 这也真够是疼爱她了 以行非福思也 祭祀必住之 她出嫁以后 你也不是说不想她 而是每逢祭祀的时候 必为她祈祷 祈祷什么呢 祝约 必务实返 可千万别让她被赶回来 因为古代呢 女人在出嫁之后呢 如果被赶回来 这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 其妃记久长 由子孙相继为王爷哉 这岂不是为她做长久打算 希望她能够顺利的生育子孙 一代接一代的做国君吗 太后约然 太后说 的确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这样子 这是她分析了她为什么去这么爱艳后 接着 左思公约 出龙又说了 今三世以前 至于赵之为赵 赵王之子孙 侯者 其既有在者乎 就是从现在的一辈子算起 今三世以前 从现在这一辈子算起 上推到三代以前 甚至到赵国建立的时候 当时的赵王的子孙封侯的 他们的后代还有保持爵位的吗 其既 有在者乎 他们的后代还有保持爵位的吗 赵太后说 没有 无有就是没有 约 唯独赵 诸侯有在者乎 那么 不仅是赵国 各国国君的子孙 当初被封侯的时候 他们的子孙 还能保持爵位的 还有吗 约 老父不闻也 赵太后说 我老师没有听说过 此 此起 近者祸及身 远者及其子孙 左师公说什么呢 这样说来 他们当中的祸患 来的早一些 就临到了自己头上 祸患来的晚的 然后就轮到了什么呀 子孙的头上 其人主之子孙 则必不善哉 难道是国君的子孙 就一定不好吗 善是好的意思 为尊而无功 是因为他们地位太高 但是又没有什么功勋 没有什么功勋 奉厚而乌劳 是因为他们的奉禄 怎么样 太高 而没有什么呀 劳疾 就是没有功劳 而侠重器多也 侠是拥有 拥有什么 拥有的珍宝太多 拥有的珍宝太多 奉禄很高 没有什么功劳 然后呢 地位很高 又没有什么功勋 而且拥有的珍宝太多 他认为 这是诸侯啊 没有后继者的 最主要原因 接着往下看 金奥 尊长安君之位 而以风雨高于之地 多于之重器 现在 现在您却把长安君的位置 提得很高 而且又给他肥沃的土地 赐给他大量的珍宝 好东西 而不及金 另有功于国 却不让他趁着现在的机会 为国立功 一单山陵崩 一单山陵崩 就是您百年之后 就是您万一去世了 这个崩就是去世的意思 长安君何以自脱于赵 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 站得住脚跟呢 老臣以敖为长安君 记短也 我以为 我认为您对长安君的打算 太不长远了 故 以为其爱不若艳后 所以认为您疼爱他呀 比不上你疼爱艳后 太后曰 诺 太后说好吧 知君之所使也 知那是听任 那就听任怎么样 你的指派吧 意思是说 答应要派遣 派遣这个长安君呢 到其国做仁治了 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胜 约那是整治 整治 然后找出来一百辆车子 置于其 就把他送到其国做仁治 其兵乃出 这时候 其国派出了军队来救赵 子义文之 子义呢 是赵国贤臣 赵国贤士 子义听到了这件事 约评论到 他评论了什么 人主之子也 骨肉之亲也 国君的儿子 是国君的亲骨肉 人主之子 国君的儿子 是国君的亲骨肉 骨肉之亲 忧不能是 无功之尊 无劳之凤 一手金玉之众也 而况人成祸 就是 国君的孩子们 还不能 还不能对国家 没有功劳 而居高位 想厚禄 用珍宝 更何况是做臣子的呢 然后这是做了一个总结啊 一个人臣 一个人主 就是人主的孩子 他都不能无功之尊 无劳之凤 那么何况人臣呢 人臣的孩子 更不能这样子 更不能这样子 所以这里边呢 出龙的劝说呢 他非常富有人情味 富有人情味 然后呢 最后 指出一个问题 就是 临子之爱 与爱国之义 爱国之义 要相统一 临子之爱 与爱国之义 如果是 老是依仗的 老爸老妈的权势 而高居俸禄 然后终究他不会 这个 终究不会长久 所以说 提出了一种思想 一定要以立功 以功立士 的这个思想 好 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先讲 简单的 介绍到这里